我們說中美貿戰打到現在 中國大陸手中 握有一個超級王牌叫做稀土 但是今天 我們請敏寬帶我們來看到 這個是比稀土更王牌的王牌 也是一個稀 石墨稀 石墨稀有多強大呢 很多人對於石墨稀 可能會覺得 聽過是高科技 那它到底是什麼產品呢 我們把那個所謂的 成代的替換 現在跟各位報告 過去在沒有電子產品之前 用的叫真空管 那真空管老時代的人都看過 好大一鏡頭 亮亮的 而且重點它很耗能 很燙 然後50年前 就是現在的包括摩爾等等 我們說一個叫摩爾定律沒有 他們就三個人 他們就發明了晶片 那晶片從過去的晶片 沿路一直走 一直走 一直走 走到現在 我們都知道我們台灣 越做越小 對 越做越小 越做越精密 所以我們台灣的台積電 現在是全世界做晶片 全世界No.1 現在是霸主 可是有一個產品 這個產品就叫石墨烯 這個石墨烯的一個產品 它更天然 它不需要那麼繁複的一個 因為它地球上很多地方都有 石墨烯 講石墨烯 大家可能聽不懂 講鉛筆當中的鉛 大家就聽懂了 那麼以碳來說的話 因為碳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關鍵就是 因為石墨烯它的抽出性 非常非常的高 多高呢 我們舉一個案例 1mm就1公分的1分之1 叫1毫米 1毫米如果我們用1層1層的抽出來 可以抽出100萬層到300萬層的石墨烯 所以各位就知道 如果把它精密化之後 它是非常好用的 好 那我們跟各位講到這邊 我們要開始講重點了 為什麼石墨烯這麼重要 為什麼中國他們要在這一次 超英感美引領世界 第一個 我們剛好跟各位報告 因為石墨烯它有一個特性 它的特性就是 它進入之後 它的演算速度會更快 所以最近中國大陸科學院 研製出延遲縮短上千倍的 石墨烯高溫晶體管 講這邊可能大家會聽不懂 我用白話文來說 你就懂了 現在電腦運算速度多快對不對 我的延遲縮短上千倍 代表它的計算速度 先跟各位報告 快一千倍 你沒有聽錯 整個電腦的演算速度 可以快一千倍 所以很多人說 這個是下一個世代的晶片 這個是下一個世代的產品 而且它有一個特性 它非常的輕 它還可以非常非常的硬 過去石墨烯的技術 掌握在誰手中 最專業的技術 幾乎都掌握在英國人的手中 因為是英國人找到它的 可是目前來看的話 大陸大陸它有機會 為什麼 我們來看 中國石墨的礦產量 5500多萬噸 佔全世界77% 不但這樣子 真的是這個地方是四福的 他們最近在黑龍江 又找到新的一個礦賣 這個新的一個礦賣 有2300萬噸的一個儲量 這一家還得了 幾乎全世界八九成的一個 石墨的一個產量都在他們家了 那中國他們來到這個地方 他們的速度就抓得非常非常的快 什麼叫速度抓得非常非常快 在2013年的時候 全中國只有6家石墨烯的公司 俊翔哥你知道嗎 今年2019年 現在公司又幾家 幾家 超過5000家 這是光速的增長 從6家短短的時間 現在超過5000家 而且目前東北 華北 西北 西南 全部都有 那我們簡單的來說 現在以東北地區來說的話 就是這個地方就出礦 礦區 他們就出礦區 然後目前在山東 江蘇 安徽 在整個河南等等的 這些有很多很多的石墨公司 現在中國大陸的石墨烯專利 含量全世界40% 重點在哪邊 我們都知道 美國有一個矽谷 矽谷在美國在加州 因為美國有了矽谷之後 他們在晶片上面 執世界之龍頭 專利 製造 很多的產城都是他們最厲害 現在中國就說 好 你們有矽谷 我們要有一個溪谷 現在要在山東 濟南 打造一個溪谷 先跟各位報告 山東這個地方 如果你們去過的話 山東人口接近一個億 好大的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如果說 把整個溪谷做出來 這一次 中國他們就掌握了 在彎道超車 超音感美 在整個石墨烯上面 掌握了最好的機會 說到了石墨烯的運用 我們遠的不講 就講現在最流行的 5G 6G 那種通訊上傳下載的 用的就是石墨烯 第二個石墨烯用最多的在哪裡 國防工業 國防工業的石墨烯 其實在用更白的話來講 它其實是一個隱形斗篷的概念 它其實是一個超級盔甲的概念 但我們來看看 中國大陸你擁有全世界 制霸產量的石墨烯在你那邊 你怎麼使用石墨烯 石墨烯剛才其實鏡像科就講到了 未來6G會用到 為什麼 因為它的頻率更快 它過去的石墨 我們現在用到的叫造荷 它可以用到極造荷 比造荷它要再多10倍 那各位去想 要把那個頻率推到那麼高 那個中間的材料科學有多重要 但石墨烯它又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好處是 它很薄又很輕 所以我們說機槍打不穿 能在水上飄 它很輕 它非常非常的輕 過去我們都曉得 過去在傳統的戰術當中 傳統的一個過去的一個想法當中 一般在做阻隔的用什麼 鋼板 鋼板能不能用 能用 可是鋼板很重 石墨烯它有一個什麼樣的好處 它每一平方寸可以承受1.45萬噸 各位你沒有聽錯 每一平方寸承受1.45萬噸的壓力 所以他們中國現在就做了一個新的一個 所謂的阻隔式的一個測試 這個阻隔式的一個測試是什麼 他們先把石墨烯海綿 存化之後裝起來 裝起來之後外城包上了鋁質的鋼板 那為什麼要做鋁質鋼板 因為鋁質鋼板比較輕 你越輕你的移動性就最快 然後不能說做好了直接買 要做測試 那做測試先跟各位報告 測試你一定要來看這顆子彈 為什麼 因為這顆子彈是標規的14.5毫米的機槍彈 這個機槍彈在打什麼 這個往上打 能夠打飛機 能夠打直升機把飛機打下來 往海邊打 專門就在打船 打你的快艇 打你的飛彈快艇 往陸地上打 打坦克車 什麼都能打 而且這個是標規測試 先跟各位報告 這一顆子彈 14.5毫米的這麼大顆子彈 他們經過測試試 能夠打穿32毫米 也就是說3.2公分的鋼板 鋸相哥直接打穿過去 直接打穿過去的過程當中 他們就來做測試 測試一來 不得了 為什麼 這是一塊板子對不對 打第一層 外面那一層的鋁直鋼板被打穿 裡面穿不過 所以你看到這個機槍彈 把你剛說的外面包覆那個鋁層 打成了開成了三朵花 但是裡面打不過 是 那裡面打不過的過程當中 這個中國他們如獲自保 為什麼如獲自保 我們現在跟各位報告 這個是中國大陸的直石 直石叫什麼 叫中國阿帕器 中國阿帕器武力有 飛得快它也有 可是外號叫什麼 它的外號叫做 它根本就跟裸奔一樣 為什麼 因為它下層鋼板 為了要飛得快能夠載彈 很薄很薄 你只要讓整個機槍一打到 糟糕了 就被打穿了 你花那麼多錢 結果機槍一打到 你就打穿了 那現在怎麼辦 太好了 發現了這些所謂的 石墨烯這些材料 直接加強 所以目前中國大陸 包括直石 包括直石九直升機 全部安裝石墨烯的一個裝甲 我們把鏡頭抓到這個地方 這個好清楚 包括了最底部面積大 最容易被射穿 旁邊 還有發動機 油箱 通通裝起來 現在他們不只是在直升機上面坐 他們現在連指揮車 他們現在連反坦克車 連導彈的發射車 通通都有裝上這些鋼板 讓他們的戰力 可以說是大大的提升 石墨烯它的最新用途 除了我們剛剛看到在直石 在進行一個所謂的 超級盔甲的換裝之外 它另外一個特色是什麼 它是隱形斗篷 哈利波特嗎 很多人都想到說 隱形斗篷 石墨烯這個中國的技術 真的發展出來嗎 現在其實全世界都在看 先跟各位報告 對於隱形飛機來說的話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 隱形飛機不是真的隱形 隱形飛機是 你飛機在飛的時候 雷達波發出來 找不到你 這個叫隱形飛機 那對美國來說 他們隱形飛機怎麼做 他們的隱形飛機很費工 他們的隱形飛機F22 要裝三種的塗層 然後裝三種塗層的過程當中 裡面還要放進同位素 放進很多很多複合的材料 更麻煩的是 它飛機飛出去回來之後 下一次要再出動 要再出擊 對不起 你要再把塗層補起來 為什麼 因為飛機在出去回來之後 外面的塗層會裂開 它就失去了隱匿的一個功能了 那目前來看的話 中國的石墨烯居然不用 他們發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叫什麼 叫超表面 也就是說我們剛好跟各位報告 F22飛出去一趟回來 你必須要做整補 不然呢 不然你就露餡了 今天我就要請到了 孟華哥 帶我們來看看 歡聽歡鬥 他又來翻臉不認帳了 他心裡有多急啊 好 那川普翻臉不認帳 是因為他最近有美股的底氣 最主要原因我覺得 還是回到所謂的川普投顧 川普投顧 因為就像我跟你講 其實早在去年 Market Watch就已經看到這個秘密了 也就是說什麼樣的天大秘密 你知道嗎 川普的貿易戰的節奏 是隨著美股在走的 也就是說當美股來到歷史高點 頻頻在往上升的時候 川普在這個時候就會放出貿易戰的利空 而不是利多 可是當股市大跌 跌到一個相對低點 大家都很害怕的時候 川普在這個地方會適時地放出貿易戰的利多 以來掌控股市的高低點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知道川普要競選下一任總統聯論 股市肯定不能崩盤的 所以到明年11月 美股還要走好長一段路 所以我們股票市場最怕什麼 最怕漲很多很多 然後漲到多頭失控 然後之後的暴跌 也很怕這個多頭走一走 突然崩跌 跌到變成熊市了 所以說最好對川普理想的美股走勢是什麼呢 把它控制在一個區間裡面 緩緩的往上升 當它漲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拉回 拉回之後不破底再往上升 我認為這個是川普的策略 所以說 Markiwatch在去年12月 那時候整個貿易戰打最兇的時候 他們就把幾個技術點點出來 告訴大家其實在這個點上面 跟股市的高低點都有相關性 如果我們對照這個美國股市 從去年以來一路的走勢 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對照整個美國跟大陸貿易戰的大事記 你可以看到 在去年這個貿易戰開始第一波關稅 7月8月第二波關稅的時候 美股不動如山繼續往上走 直到第三波關稅 9月生效 9月底的時候 美國股市開始感覺到 這個貿易戰是打針的 結果後來出現了 連續三個月的大跌 跌到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 標準普爾500指數 這一個波段將近跌了20% 如果跌了超過20%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在技術分析上 進入到所謂的空投市場 就在將近要跌20%的時候 川普投顧出手了 關鍵 12月1號 阿根廷G20峰會 兩個人決意休兵有沒有 是不是在這個地方又放利多了 拉上來 一路走高到今年的5月 5月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是不是 本來美中要達成協議了 後來是不是又破局了 就是反悔了嘛 反悔了 那川普不是說我6月1號開始加升 第四波關稅嗎 對 股票市場回跌了 那回跌到 你可以看到到這個 相對 好像感覺蠻危險的地方的時候 川喜兩個人 二度在大阪G20峰會又碰面了 那股票市場又拉上來了 就這樣子你可以看到 其實美國股市就是在川普的 這個利多跟利空的消息的捉弄之下 產生了一個相對的高低點 所以投資人在做美股的時候 你去追川普的推特就對了 沒錯 那俊相現在美國股市最近是不是又創歷史新高了 沒錯 來到這麼高的位置 你覺得川普在這個地方要放利多還是放利空 他已經放利空了呀 對啊 所以說順勢打回來是必然的嘛 也就是說 他在這個地方不會放利多嘛 但是他跌下來的時候 他又會開始放利多了 所以說呢 我認為貿易戰呢 其實跟美國股市有非常大的關係 那今天台股是不是重跌 是 都因為川普的不認賬 對 台股尤其跌得兇嘛 對不對 很多股票都是出現了5% 6%的大跌嘛 包括台積電都已經跌到了300塊了 是 好那 你看到其實呢 外資在磨胎子 早就已經預期到 川普投顧的威力了 所以說呢 他在上週五 你可以看到他未平倉量將近25萬口 是一個很大的避險量 代表什麼 代表外資其實預期 其實股票市場是要回檔的 川普也可以看破卡手 所以他的不認賬 我們其實不用太訝異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美元指數最近應聲的走高 其實代表什麼 風險上升 好那 相對我常常在觀察 黃金跟這個美債殖利率 這兩個很重要 我們一般講的避險標的 是 你會發現黃金上個禮拜大跌 那美債殖利率呢 上個禮拜持續彈升到將近2%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債券市場跟黃金市場 都太過悲觀 也就是說呢 股票市場相對太過樂觀 當這種情況發生的時候 很容易出現資金的反轉 所以也就是說呢 川普很容易去利用這種市場的情緒呢 去做新聞面商的操控 以掌握股市的高低點 所以我認為說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短期內貿易戰勢必有可能進入到一個比較惡化的消息面上面 所以大家對於這個禮拜一個重點 川普在週二美國時間將發表公開的這個演講 我認為有可能他再拋出對中國更嚴厲的這個貿易戰的批判 好 兩邊都在比氣場 我們來看看在中南海這邊比的是什麼 當然是要先安內才能攘外 安什麼內呢 真的只要搞定二師兄就能諸事大吉嗎 這不是問號 這是肯定句 我請導播給我們來看這一段畫面 真的看著你會嚇死人了 這畫面居然是個喜宴喔 結果你知道上那個豬肘子肉一上來 我的天啊 秋風掃落葉 餓壞了 多久沒有吃到豬肉了 這是河南的這個婚宴 一上桌立刻被秒殺 我們看到這畫面其實會覺得 哇 這麼久沒吃豬肉那是什麼感覺 好 如果你覺得這個感覺還不夠強烈 我在畫面當中再給大家看看 有一家公司叫做牧原食品 你知道嗎 他在爭財 爭什麼財 養豬啦 如果你會養豬 爭財 那你說先談薪水嘛 大家這樣子獵人頭才獵得到啊 他開出一個月兩萬人民幣 真好康 莫華哥 什麼時候在中國大陸 養豬可以超過八萬台幣的薪水啊 對 所以說在大陸現在有一句話說 養豬是暴利 但重點是豬要能養的活 是嗎 也就是說你要賺這個暴利 你要有本事把豬養活 養大了 能送到屠宰場去屠宰而不得非洲豬 大陸現在租的問題非常的麻煩 中國大陸在上個禮拜 公佈出最新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我們單看所有品項的物價 都已經來到3.8% 3.8%比上一個月大升了 這個0.8%這個概念是一個非常驚人的一個概念 而且是連續兩個月大陸的CPI 已經在3%以上的一個高水位的情況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我們就當然去推敲說 為什麼他的這個整體的物價指數 上升了這麼多呢 而且莫華哥的這個表格 看到這個點我覺得更有feel 你當時這個是什麼時間 這農曆年過年的時候 還是1.5% 結果到現在已經快4了 你看看 所以說這個網上升的一個幅度 非常的驚人 尤其是短短一個月的時間 上升0.8個百分點 這個升的這個幅度是很大的 你不要只看0.8個百分點 他的基期是3 等於說一下整個指數跳漲了30% 這個如果以幅度來講的話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單月上升的幅度 那當然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租價整個大幅的往上升 你看到中國大陸從農業部的租價年比 或是說消費者物價指數的租價年比 跟商務部的租價年比 這三條線 不管哪一條 都是非常誇張的持續飆升 就這樣你知道嗎 現在整個中國大陸的租價 零售租價大概已經比去年同期 上升了150%了 1.5倍了 這樣子的一個租價的狂飆 他們現在目前租價零售的 已經來到了50塊錢人民幣以上 這都是歷史天價的 所以說在 除了租源的問題 還有就是呢 你租價貴的問題 老百姓消費不起的問題 或是消費上有壓力的問題 還有就是整個 這個供給量的問題 所以你可以看到 部分地區中國大陸 已經產生了所謂的限購的情況 每人每天只能買兩斤豬肉 你不能多買 因為沒那麼多豬肉 可以給你買 那甚至你可以看到最新的新聞 中國豬肉的戰畜已經耗盡了 所以中良集團從丹麥買 一億美金的豬肉 這就是你剛剛所講的新聞 在上海的世界進口博覽會上面 中良集團就鎖定了丹麥 然後簽了一個2020年的約 就要大量的從丹麥進口豬肉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這張表就知道了 習近平這次去歐洲 那去巴西某種情況 他可能會談一些農業上面的合作 去尋找豬肉的來源 對 你要知道巴西其實也是中國大陸 這個豬肉的進口來源大國之一 另外巴西也是中國大陸很重要的 大豆進口來源之一 你可以看到 現在目前全世界可供出口的豬肉 豬肉跟佔比 最主要的還是在歐盟 所以為什麼要講說我要去歐盟呢 某種情況我要鎖定歐洲的豬源 第四大就巴西了有沒有 所以為什麼習近平要去巴西 所以這些要去歐盟去巴西 其實都有關係 然後呢 也跟加拿大現在目前解凍了 所以說就在多方的 要開闢豬肉的進口來源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這個豬肉真的是不夠 你可以看到大陸從今年上半年以來 豬肉的進口量就大幅的增加 的同時呢 我跟各位講 他也不是買到便宜的豬肉 你可以看到2017年到2019年 中國大陸冷凍豬肉跟豬砸碎 進口的價格 今年有沒有很明顯的往上升 有啊 被他搶到豬肉價格都炒上去了 對啊 所以也就是說呢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即使你要大量的進口 第一個呢 全世界的量夠不夠你 你中國人吃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你其實不是買到便宜的豬肉 你即使進口 人家還是會賣給你貴的豬肉 所以再怎麼樣來講 其實大陸的老百姓 在這一波的非洲豬瘟下面 真的是算很辛苦的一拳 中美貿戰第一階段的協議 牽得下去嗎 居然在這個節點再起波瀾 現在吹什麼風呢 我們給大家看到 就是離不動 我不動 中美貿戰協議最後一旅路 真的是各懷鬼胎嗎 我們先給大家看到中南海的部分 來自於北京 中國大陸的代表現在傳出消息說 他們針對這第一階段的協議內容 他們其實是有意見的 認為不能一面倒的偏向美國 他們在意什麼 來 我們帶大家看幾個重點 第一 他們認為現在如果只取消 12月15號的這一塊的關稅 我們講的notebook 我們講的手機 我們講的3C的 那一些所有的民生電子消費 那一塊如果只取消還不夠 他們希望一併取消9月生效的關稅 這美國做得到嗎 打一個問號 再來他們提到了 如果這第一階段的協議 一面倒的只對美國單方有利的協議 抱歉 如果這樣北京是牽不下去的 如果繼續惡化的話 甚至揚言 當時答應的500億 包含大豆在內的農產品 北京不一定會買單 好 這個是今天傳來讓我們覺得 哇 怎麼辦 變數這麼大 再起波瀾 而川普這一邊 剛才會變小重點 他說 如果沒有達成協議的話 那麼12月15號 對於輸往美國的中國大陸 1560億美元的消費商品 我剛才說的那一塊 保證加徵15%關稅加定了 但是我們今天要問到的是 更迫切的一個時間點 不是12月15號 而是再過5天 11月19號 莫華哥 我們大家想問的是 這個時間點 大家盯著看 為什麼 這是對於華為能不能解除封印的 最後生死日 你覺得川普會拿掉這個緊箍咒嗎 我直接先講結論 絕對進不了 進不了 絕對解不了 解不了 也就是說華為11月19號 絕對絕對不會開放 沒門了 沒門了 好 我跟各位講 其實如果說12月15號 真的對這1560億美元的消費品 可以關稅15%的話 對台灣 對中國大陸 整個科技供應鏈 會有非常重大的衝擊 是 因為你要知道說 蘋果所有的商品全部是完全命中了 對 那台灣有多少蘋果供應鏈 現在是錯著等 對 所以說這個事情現在目前已經演變到 大家都在很關切的一個情況 那當然這個最新的消息 就今天一早 如果大家上CNBC的網站可以看到 斗大的標題講說 美中貿易協定 現在目前整個談判是觸礁了 他用head up來形容 就是說觸礁的意思 那你知道最近CNBC有一個當紅的財經節目 就是美股盤潛叫Squadbox 這個節目他們邀請了這個人 叫Andy Purdy Andy Purdy是誰呢 他是華為的安全長 在美國的安全長 他上這個CNBC的盤潛節目講說 其實你們不要歧視華為 你們要一視同仁 你說我們華為會在消費產品裡面裝後門 或者說5G設備裝後門 那我請問你 你有沒有去檢查Nokia 你有沒有檢查Sony Ericsson 你有沒有去檢查愛力星跟諾基亞 你不能只針對華為 另外他想說 美國現在有200多家廠商 等著你商務部解禁 然後我可以把零組件賣給華為 那你希望這些美國的就業人 4萬多人全部失業嗎 如果說他們不能賣給華為的話 我就是一個爆炸性的一段訪問 為什麼 他是華為的資安長 他居然說出了 任何一家電信商 不只華為 Ericsson Nokia 都可以裝後門 這個在過去是非常隱晦的話題 因為你一直質疑我是間諜 我開後門 我偷你資料 大家都避而不談的 沒有想到他把這個端上檯面了 沒錯 這個等於說 把這個國王的心整個說穿了對不對 那這一說穿 其實會讓整個事情 一方面更坦白 另外一方面更複雜 在這個同時 你可以看到美國的科技長談什麼 這個是美國政府部門的科技長 並不是民間企業 他講說 他談到華為 他說美國跟歐洲 不應該再犯20年前同樣的錯誤 你再犯這個錯誤 美國將來一定會被這個 在整個科技戰裡面 或是說在整個國際競爭裡面 曲曲下風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絕對絕對不可以解禁華為 所以我覺得現在目前整個 美國的輿論氣氛也好 包括白宮的態度也好 就是告訴你11月19號 華為解禁沒門了 既然華為解禁沒門 你華盛頓要求我北京要談的東西 你也沒門 更何況你要求我的這些結構性的改革 這是我絕對萬班做不到的事情 那還有談的空間嗎 所以我們來看到一個最新的狀況 這個就可以把它引申到 所謂美中貿易戰的這個事情 最近香港是不是鬧得非常凶 中文大學 你知道那個中文大學是可以說是 整個反送中現在 港警第一個衝進去的大學 大家都在問 為什麼要挑中文大學 後來網友他們自己在講 他們的校友 有些已經回台灣 PTT今天還在發文 他說因為我們學校裡面有一座橋 那座橋下面有鐵公路 他貫穿了香港的南北 他說是因為警察要去守住那座橋 確保南北交通不中斷 所以進校園 這個道理通嗎 這個道理是實質的交通對不對 我們虛擬的交通是什麼 是網路 因為這一次北京已經把香港的 所謂反送中的抗爭 定位為所謂的實質顏色革命 也就是說他也不認為 這個抗爭是反送中 反送中只是拿這個名詞 名義出來做抗爭 上綱到了一個所謂的 對於政府威信政權的挑戰 沒錯 這個才是重點 也就是反北京的領導跟統治 所以說他認定 他是一個顏色革命 而這個顏色革命 最主要靠的是什麼在創臉 網路 對 所以說今天 另外一個傳聞出來 你剛剛講那條橋是實質的橋 對不對 有一個虛擬的橋 就是網路這條橋 因為香港中文大學裡面有香港 全香港最重要的網路交換中心 SERVER在這裡 對 那個中心在香港中文大學裡面 所以網路傳言是說 港警隊 港府為了網斷香港 因為你還記得嗎 當時先前生效的這個禁謀面法 基本上是跳過立法會 直接由這個 林鄭所發布的這個行政命令 對不對 那這個其實已經是動用到緊急法 也就是說呢 如果說林鄭真的很下心來 硬起來動用緊急法 宣布香港宵禁 宣布香港戒嚴 宣布香港網管的話 那基本上呢 就可以癱瘓掉 他們認為可以癱瘓掉 這種所謂的 這一次的整個群眾的集結 跟群眾的暴動 所以真的走到那一步的話 那已經到了一個 絕對嚴審的地步 我們講網路 會不會進行審查 互聯網現在 中南海對於香港互聯網的態度 是怎麼樣 所以說回到您剛剛這個問題 為什麼我認為這個香港的情勢 跟美中貿易戰有絕對的關係 因為香港的情勢越亂 北京在網管上越不可能放鬆 而先前你還記得嗎 五月的時候本來 美中之間達成簽協議這一步 只差靈門之一角了對不對 結果最後說什麼北京反悔 那但北京傳出來的消息是說 美國加了幾條 我絕對不可能同意的事情 我當然不能簽 包括什麼 你看到多維新聞已經披露出來了 他說根據知情人士的這個說法 美方在最後一個時刻 你看到這個地方很關鍵 他說在五月這時候 最後一個時刻提出了 包括完全開放互聯網 放鬆互聯網的管控 以及要求外國雲計算公司 把所有的數據儲存在中國的這些要求 要取消 是 請問這個事情北京能同意嗎 完全開放互聯網 完全放鬆對互聯網的管控 然後外國公司在中國大陸的雲端資料 要能傳輸到美國去 你覺得北京有可能同意嗎 所以說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如果第一階段協議 這些內容還包裹在裡面的話 你覺得有可能簽署嗎 不可能 簽不下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10月份 中國大陸才剛辦完的 所謂第六屆的世界互聯網大會 在這個會中 中國大陸的官員還直接公開批判說 美國叫做網路霸凌 而且你知道這個非常有意思的是這個現場 烏烏壓壓記者坐在這個地方 你知道他們要發稿怎麼辦 每一個都要翻牆才能夠發稿出去 沒有錯 一萬五千個人 一面在上面談論說這個互聯網的開放 一面在下面翻牆 所以說這個就是現在目前的現況 所以說我要跟大家講說 這個貿易談判如果一旦涉及到 中國大陸所謂互聯網開放的 這種結構性問題 這北京絕對不可能同意的 所以說為什麼貿易戰現在看起來是趨向 悲觀的一個情況是這樣子 所以說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當然北京寄望是什麼 川普的彈劾案能過 那把川普彈劾下台 美國正情亂的話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輕鬆一點 所以說在昨天晚上 深夜的時候 有美國白天時間 舉行了第一場 這個川普彈劾的公開聽證會 兩個主角 這個人叫做謝安達 是美國眾議院的情報委員會的主席 這個人是共和黨的這個要角 叫做努尼斯 謝安達是民主黨 所以各位 一個民主黨 一個共和黨 這個人是來幫川普護盤的 這個人是來挑戰川普的 然後他們兩個人共同去主持 問了兩個關鍵的證人 這個證人叫做Kent 這個證人叫做Teller 這兩個證人都大有來頭 這個Teller是美國駐 Teller是美國駐烏克蘭的大使 然後Kent是美國國務院主管俄羅斯的助卿 這兩個人的證詞全部都不利川普 所以現在目前的情勢演變是這樣子 經過六個禮拜的調查 終於舉行了公開聽證會 然後現在接下來 眾議院要舉行所謂的彈劾投票 如果一旦過的話 就要送到參議院去了 那送到參議院去了 你覺得川普會好過嗎 當然不好過 即使川議院不通過最後的彈劾案 川普可能也都是一頭 頭很痛一鼻子 NASA出大決了 居然要把重機具怪手 通通搬上月球 這一切一切 都是為了移民來做準備 今天我們請明軍帶我們來看到 移民這檔事情 馬斯克動作也很大 他要建立所謂的太空港 要有一個接駁的太空船 往返月球跟火星 越看越像是真的 好 講到這個在移民太空 不管是火星 月球之前 先來看一個太空奇景 當雙十一那一天 大家都在搶了網購的時候 有一群太空迷 很關注這件事情 就叫做水星臨日 畫面上這個就叫做水星臨日 什麼是水星臨日呢 簡單來說就是地球 水星跟太陽 三個星球呈現一條線的時候 這個水星在中間 它就像一個小黑點 從太陽的這個臉從左邊 然後慢慢慢慢滑到右邊去 就叫做水星臨日 這個是在一百年當中 大概有出現十三次的 難得的天文景觀 那它畫面上 感覺它移動得很慢對不對 錯 其實它的速度相當的快 水星它以每小時 二十四點一萬公里的速度 通過這個太陽的表面 那過境時間大概是五點五個小時 也就是大概有六個小時的時間 一個試鏡剛才提到一百年中 大概會出現十三次 那二零一九年發生過了嗎 就前兩天看到了 下一次看到呢 可能要等到二零三二年 而不只如此 要看到這個水星臨日 你不是說用肉眼就可以看到的 因為你看到這個 這個小黑字嘛 就是水星 它是一個背光的 那太陽很亮 所以你必須要用五十倍的放大鏡 望眼鏡去看 因為呢這個水星的比例呢 只有太陽的兩百八十三分之一 等於說是非常非常的小啦 所以你要用這五十倍的望眼鏡看之外 你這望眼鏡還要有這個綠光片 不然眼鏡會狹掉 是 所以我們講到的 列強的太空爭霸戰爭什麼呢 除了我們剛剛提到了 爭移民 還要爭所謂的搶行星 我們講過行星上面有很多的貴金屬 誰能抓到幾顆值錢呢 那不得了要改寫地球的金融秩序了 我們給大家看看NASA出大決了 居然準備把怪手 準備把重機具送通的 送上了月球去 好這個是美國的NASA 最新跟美國民間企業開拓重工 一個非常嶄新的合作 我們知道開拓重工 是全世界最有名的重機具的公司 他們預計呢 要在這個月球建置自動化的重型工業設備 要來做什麼 要來開採岩石礦砂河水 為什麼要開採岩石礦砂河水呢 因為2024年的時候 NASA有一個叫做阿提米斯計畫 也就是要重返月球的計畫 那就是希望說可以在月球建造一個基地 讓太空人可以在那邊做研究 甚至有可能未來會移民月球去喔 那他們想到這些資源 如果說我從這個地球開採之後運過去 很耗費時間跟資源還有錢 他想說那我乾脆要不要在這個月球直接挖掘 那我直接在地開採在地利用它 未來我們在建這個太空基站的時候呢 就可以提供太空人自給自足的這個資源 甚至還可以來做研究 自產自用 如果怪手如果這些重機具上去的話 這個地方變另外一座月球表面的礦產了 剛才我們提到了 如果要能夠長居在此的話 那麼生命的三要素肯定要的 對 陽光 空氣 水 我們來講講看 月球這個地方 我們先從水來講講看好了 哪裡可以找得到 月球可以足夠生存的水源呢 其實去年這個太空人就已經發現了 月球上面有水的存在叫做水冰 好 為什麼這水冰這麼重要 我們知道人類要生存必須要有水嘛 對不對 他們發現到這個月球上面有發現水冰之後 我要想辦法來開採 那我要知道月球上面哪裡有水源的話 他們決定要做一個畫這個叫月表的水文圖 NASA不是說說的 他們要怎麼做這個繪製月表的水文圖 他們想說 我可以派去一個移動式的機器人 我不要派人在上面 一個機器人呢 他就在這個月球上面探勘 找水源 畫出這個月表的水文圖之後 就可以知道整個月球上面哪裡有水 分佈的情況有多少 未來這些水夠不夠人類來使用的話 透過這個水文圖就可以來發掘 那NASA要怎麼做呢 其實他們已經有計畫了 他們預計在2022年的12月 NASA會花這個3億美元派出 極地探索漫遊者號 也就是剛才提到這個移動式的機器人 那這個極地探索漫遊者號呢 它會進行水冰跟土壤的探勘 它的英文名叫做viper 它會搭載了大約一公尺長的電鑽 在內的4種科學儀器 就像畫面上這個東西 有點像瓦莉 大小大概跟一個高爾夫小車差不多大 去找它的衣服 對 然後它的工作更重要要來找水啦 它會在月球表面上呢 漫遊大概100天的時間 那為什麼水這麼重要 我們知道水怎麼組成的 水是H2O嘛對不對 那水除了說可以給這個太空人引用之外呢 H2O轉化之後 費分的H跟O 也是氫跟氧 氫跟氧呢 如果說經過轉化之後 可以成為液態的燃料氫跟液態的燃料氧 那這就是這個登陸 登月火箭的很重要的這個燃油器了 如果說呢 我今天這個火箭啊 從地球飛到月球去 我在月球上面可以就是重置燃料的話 我也許可以不用載這麼多燃料 可以減輕重量 就可以帶更多的研究設備 到這個月球去研究 所以呢 發現水跟繪製這個月表的水溫圖 對未來的這個科學研究啊 不管是建置基站 或者是說這個太空計畫來說 都非常非常的有幫助 建置基站八字有一撇了 而水冰如果讓他水文畫出來 會有更精準的探勘的話 可能水的問題也渴望迎刃而解 再咱們談一個更現實的問題 你要吃東西啊 要東西吃你才活得下去 怎麼辦 其實我想每次看那種太空電影啊 太空人能夠吃什麼 大家都很好奇 之前記得那個電影是麥特戴蒙眼的 他在這個火星上面嘛 他種出了一個小小的東西 他就非常非常開心 那我們現在其實早期的太空人食物呢 就像這樣 是一條牙膏 不是開玩笑 因為呢沒有什麼機會吃東西 然後那邊的環境又很惡劣 他這個太空食物呢 他就是用擠的 裡面可能就有一些 可能纖維質啊蛋白質啊營養素 不過不好吃 可是當時的太空人也不會太過在意 因為我可能去過太空的這個任務 頂多15分鐘到兩個禮拜 頂多就這樣子忍過就算了 但是問題是呢 如果說未來我們有機會移民到 月球甚至火星區 怎麼可能吃這個牙膏型的食物呢 除了牙膏型的食物之外呢 現在太空人頂多就吃一些 就加水可以附水的食物 像是乾燥的一些米飯啊或麵 他們就是沒有什麼口感啦 所以呢 以色列的這個研究公司呢 他們在距離地球339公里的國際太空站 就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塊實驗室做出來 種出來的牛排 畫面上可以看到 這個小角牛排不要看它很薄 非常珍貴 因為它是用種出來的 牛排可以用種的 這有點匪夷所思 怎麼種啊在太空啊 好怎麼種呢 他們呢先從地球帶來一個牛的細胞 上太空去對不對 然後準備一台3D生物列印機 把這個呢 用3D生物列印機 一些印出一個細胞的支架 再把這個細胞呢 種到這個細胞支架上面去 它在上面長大之後呢 它就會長成那個肌肉組織 那因為是牛的細胞嘛 然後長成肌肉組織之後呢 就像是牛的這個 複製牛的細胞的生長的狀況一樣 所以這種出來的牛排肉呢 就非常的像真的牛的這個質地 還有結構 那據說呢太空人呢 你看這小小一片喔 種出來之後呢 然後可能加一點什麼胡椒粉 吃起來還真的很像是吃牛排肉的感覺 那我們就要問了 解放軍是不是已經動起來了呢 答案是肯定的 對 為什麼解放軍要動起來 因為這個包括官方的這個 民事暗示都出來之後呢 當然軍事上面要有所行動 尤其要恫嚇學生那些人 我們知道事實上在最近的時候 我們昨天曾經在節目上說到 最近你在這個香港的大學 尤其中文大學理科大學的上空 都會發現到非常多直升機在那邊徘徊 那我們今天再具體的拿到就是說 它其實是直8KH的這個直升機 那這個直升機呢 大家看一下 它事實上是一個運輸直升機 這運輸直升機 這裡面有什麼樣怪的地方呢 如果平常 如果就像我跟你講 平常他們這種直升機 在外面飛的時候 通常都會打開它的空中識別的 這個系統 也就是說讓你知道說 我是哪一台飛機 那我的飛行路線是怎麼樣 因為它可能要讓周邊的那些飛機 或是讓周邊都知道 但是最近怪了什麼地方 很多民間的單位 他們打開民間雷達 明明空中有很多架 可能5 6架這個直升機 但是都只看到一架的雷達點 那是什麼意思呢 那就是說 有些空中直升機 它在這個時候 它沒有打開它的空中識別系統 通常沒有打開空中識別系統的 用意是什麼 它可能會有要攻擊 或是作戰的時候 你才會有這樣的打算 或是你要極端 要做一個演習的時候 才會有這樣的打算 所以你這樣的話 是不是暗示著 你可能要用直8的直升機 要進行一個攻擊的狀態 這個氣氛就很詭訣了 你今天如果是非戰時 你一定要打開你的識別 結果你讓你的識別 雷達上面是看不到的 APP上面是看不到的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這個所謂的直8出現在 香港的上空 它代表是什麼意義 事實上這是目前 中國非常主力的 這個運輸直升機之一 它就知道解放軍 空中的北京吉普 這樣子一個代號 所以你就知道說 事實上這個軍機裡面來說的話 它可以搭載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大概可以約莫搭載一個牌 一個牌級的話 大概是30名 全副武裝的軍隊 這樣子直接 你看從直升機下面下來 它可以進行一個運輸的動作 它可以載重量大概是13噸左右 它除了可以載這些解放軍 可能必要的時候 可以降落在中文大學 或是理科大學的附近之外 第二 它還有夜戰的能力 我們可以注意到 最近香港政府在進行一個 這個跟反送中運動學生 在抗 這個所謂的對抗的時候 他們都會在夜間突襲 那它就有夜間突襲的能力 而且它還有偵查的能力 它平常非在這個理科大學 或中文大學上空 是不是在進行一個偵查的動作 那加上說它有這麼強大的運輸量 所以讓很多人都擔心說 搞不好直8直升機 下次大舉規模的出現在 香港上空的時候 就是準備解放軍要出現的時刻了 這個的想像空間真的太大了 為什麼 你這個叫做北京吉普的直8的 直升機運輸機 有沒有可能下一次 它真的載上了所謂的兵力 然後直接 它越過了中間道路的重重路障 直接就投放大艙 要投放的地方去 那為什麼會這樣認為 有沒有辦法說這個直8的 這個KH的運輸直升機 它平時停在哪裡 平時停在解放軍目前的 這個算是空中的機場裡面 它在香港裡面有石鋼機場 好 那石鋼機場旁邊是什麼 就是解放軍的石鋼軍營 那你知道 為什麼會 這個兩個會互相連結起來 因為你最近在看 解放軍在操演的時候 它不是用解放軍的衣裝 或者是解放軍的武器 在進行一個操演 它現在是怎麼樣 我們可以告訴你 最近流出的這個畫面 他們在這個石鋼基地 贊助的這個解放軍人 最近他們解除他們的這個軍 解放軍的這個裝備 他們現在換上的是什麼 香港這個算是香港警察的這個裝備 他那頭盔的這個防護鏡 是跟香港的警方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貼上這個反光貼紙 都是一模一樣的 甚至連他們操演的這個對象 操演的方式都是非常像 就是很像香港的震報警察 在這樣操演的這個方式 所以就讓人家懷疑說 在目前在石鋼軍營裡面 這個在進行一個防暴操演的這些解放軍 會不會到時候就在這個搭上直8KH的這個運輸機 然後空降在或是降落在香港 他們準備要打擊的目標的地方 就直接進行一個打擊的這個狀況 好 那我們其實解放軍的動態 從香港開始局勢 越來越緊張的過程當中 解放軍相對非常克制的 從來沒有這麼大的動作讓人家拍到說 震報著裝居然有圖有真相 那進步要來問 解放軍全面介入之前 哪一天要到來沒有人知道 但在此之前 港府還能做什麼呢 對 港府其實目前慢慢也 把他的王牌一張一張的出來 除了我們昨天講的G4之外 他現在又出了另外一張王牌 最近他們香港的這個懲教工會 就是懲教這兩個字的這個懲教工會 他們最近接到來自香港政府的一個請求 他就說懲教教官必要使的時候 你們要不要加入我們的特種的部隊 為什麼懲教是什麼意思 事實上懲教是專攻陣地戰的這個專家 他們香港有一個叫做懲教飛虎隊 那大家講的懲教飛虎隊 那到底是什麼意思 好 簡單的來講 他們這些人是負責在對付監獄裡面的 高級犯罪者 窮凶惡極之人 對 也就是說一旦監獄發生暴動的時候 他們就要出現這個 出動這個懲教飛虎隊 他們是進入監獄裡面去鎮壓這些 這個窮凶惡極的所有的罪犯 甚至是危險的恐怖分子 但是他們厲害打的是一個陣地戰 也就是說你可能在監獄裡面 我們可以跟你打 我們不是打游擊戰 我們是打陣地戰 為什麼這個時候要出動他們 因為他們是陣地戰的最後王牌 我們知道說事實上 香港的反送中的那些學生 一開始非常聰明 他們都讓你抓不到 我可能這個好像水一樣這樣流動 你根本就是抓不到我在什麼地方 所以當時如果你要拍出這個 飛虎隊來說的話 派不上用場 因為他是打陣地戰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近期的學生 他們都已經把他們的大本營 都移回到學校 移回到學校之後 而且香港現在也把你困在學校裡面 所以他們現在就派出這個 適合打陣地戰的這個 懲教飛虎隊 這是他們出動的最好的時機 好 我們講到了這個懲教飛虎隊 你剛剛講到 他是來對付監獄暴動的拳頭部隊 你現在把這些城抗 已經升格到了監獄暴動的層級了嗎 對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的戰鬥力是非常非常強的 我們先給大家看 這是他們編制裡面的所有相關的配置 你可以看到 這是幾個人的這個 懲教飛虎隊裡面 你看他們會配置 長槍型的胡椒珠的發射器 再來這個是鎮爆槍 再來是布袋彈的長槍 甚至還有電筒型的胡椒珠的發射器 甚至還有手槍型的胡椒珠的發射器 所以他們在在所有都是為了要鎮爆 而且為了要對抗 可能要對付學生而來 我們講說他其實裡面武器來說 最受人矚目的就是 VKS胡椒球槍這一把 這一把的話就是 就像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把 這一把的話到底有多厲害 我們知道 他發射出去的這個功率 就是從這個子彈 從這個所謂槍口發射出去的 那時候的這個動力 大概是可以到10到28焦耳 大家看到10到28焦耳 可能就看他武煞煞 但是我們跟大家講 一般的定義裡面 只要2焦耳就是真槍 超過20焦耳以上的時候 你知道發射出去的這個塑膠彈 可以打穿做鋼板 你就知道說 它是10到28焦耳 這個殺傷力其實是非常大 而且他們在裡面來說 他們都裝這個胡椒珠的發射彈 胡椒珠的發射彈 它其實打出去的時候是一顆 胡椒顆粒 但是打到你的身上的時候 台灣那個胡椒顆粒會破碎 破碎的時候 就像他怎麼樣 好像在你的身邊 揚起了一股那種辣椒粉 而且是極度辣椒的那個辣 全身濁燒又嗆 嗆到你這個幾乎是你口眼比 都會非常不舒服 你就知道說 他這個武器是非常厲害 所以這些配備看起來的話 是相當具有強大的殺傷力 我們講到了 他是陣地戰的專家 這一支部隊 逞教特戰部隊 他們那個近距離接戰的 那個搏擊功夫 聽說也是整個放眼香港警戒 非常可怕的一支拳頭部隊 對 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其實這些武器都是遠距離的 可能10公尺到45公尺的這個武器 事實上近距離的話 還有一個叫做點壓控制法這樣 這什麼東西 他們點壓控制法的話就是 譬如說我再跟你近距離 搏擊的時候 我要壓制住你 譬如說最近我壓制住你 你會反抗對不對 但是我們已經學會到一個技巧 我們用壓你幾個穴 會讓你痛到受不了 壓穴 第一個就是人中穴 這個地方壓下去 另外一個就是在下額這個地方的 這個夾車穴 另外在耳後這個地方的翼鋒穴 他這三個穴 人被他壓住的時候 事實上你會痛到受不了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這個壓這三個穴位 快又有效 他就一次你看 譬如說我們看這個示範的動作 他馬上壓制你的時候 要怎麼會讓你沒辦法抵抗 就是我按你這三個穴 按你這三個穴 按任那個穴的時候 你可能就痛到受不了 甚至可能會痛到 不省人事的狀況 他就用這樣子 所以速度要非常重要 他們要快速的壓制你 這是他們的 近距離搏擊的這個方式 好 那我們講到說 他們這個配備 或是他們的晉升的搏擊 都非常厲害的時候 大家想說 那個懲教飛虎隊 到底是有多少人 就想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也不清楚 因為這是個非常神秘的部隊 跟G4一樣神秘 對 而且他怎樣 他其實 他的這個挑選的方式來說的話 第一個 你只要是這個在香港的警戒 服務過兩年以上的 或是你在懲教工作服務過兩年以上的 你都可以來參加這個飛虎隊 參加這個飛虎隊的時候 你要 除了你這個一般射擊 進去搏擊 你都要匯這些工夫之外 他還要你參加一個 十個星期左右的一個叫做 你怎麼在陣地戰中間 去防範這個事態嚴重的那些課程 那個需要有十個小時 所以他們是非常知道 要怎麼樣去應付各種突發的狀況 你知道他們的這個戰鬥力到底多強了 我們就講 他們其實今年美國有一個叫做 監獄騷動應對挑戰賽的這個比賽 那香港是第一次派出他們 因為他們過去 從來也沒有亮過這一支箭 所以他們就派出這個 去測測他們的實力到底怎麼樣 就是這樣 這裡面有來自這個蘇聯 俄羅斯 美國各地的都是王牌部隊 結果沒想到他們第一次就奪下了季軍 所以你知道他們的戰鬥力其實非常強的 那你就知道說 在這個情形之下 香港政府目前已經要出動這支 懲教的飛虎隊 你就知道說 這個已經來到了最後的決戰關頭了 但是他們也就會想到這支 這支把衣製的事